小伙不小心把女朋友惹生气了 他不知道如何去哄女孩 也不知道自己错在了哪里 不买礼物也就罢了 竟然想用爱的抱抱来取得女友原谅 却不想女孩根本就不吃这一头 女友挣脱后直接走向了床边 小伙一脸的无奈 因为这也是他第一次哄女朋友 为此他再次把女孩揽入怀中 不想却遭到女友一顿殴打 行了别打了 经小伙这么一吼 两人瞬间就陷入冷战 但为了打破这样的僵局 小伙也是民思苦想 当他看到凳子上的玩偶时 不自觉地拿到手中把玩起来 一瞬间他就想到了一个办法 于是举起玩偶 让女孩把玩偶当成他 把气都撒在玩偶的身上 女孩接过玩偶又瞪了男孩一眼 下一秒就在玩偶的身上掐了一下 小伙假装女友掐到了自己 便开始装作很疼痛的样子 看着男友边道歉边搞怪的样子 女孩不由地笑了起来 两人也因这个替身玩偶和好无处 听到女友让他去洗澡 这让男友内心不由地高兴 最起码女友原谅他了 也不再生气了 可当他来到洗手间时 却感觉胸口非常的疼痛 他本想脱掉衣服看看是什么情况 却不想胸口上全部都是瘀青 而且还感觉到火辣辣的疼 这时他立即想到了刚刚的那个玩偶 因为女友掐了玩偶之后 自己胸口上才出现了这么多的瘀青 可当他想走出去确认一下时 却看到了恐怖的一幕